痾~~ 小朋友熱喔 嘿大家好我是放火 由於要轉高的關係 所以最近我都在瘋狂喝牛奶 對 這 這是新買的 我最近好像喝太多欸 因為我 我最近都一天直接喝一公升 呵呵 會不會太多啊 欸 放火想要轉高 你是不是這樣子 你屁屁屁 哈哈 愛吃 打這幹 哈哈哈哈 啊不是啊放水 你跟我一樣高啊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呵 等一下剛剛講到哪了 因為最近喝太多的關係 所以我就有疑惑 那喝豆漿的話 會不會有一樣的效果呢 恩 要蓋喔 哈哈哈 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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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所以我今天就來探討一下 牛奶跟豆漿 到底哪個比較好吧 牛奶不是豆漿 喝到喝到咯 我比較喜歡喝豆漿欸 今天是牛奶比較好喝 豆中了 牛奶了 不管啊 牛奶比較好喝 我什麼東西呀 快點回來主題啦 好啦我就先從牛奶開始講期好了 牛奶它的胺基酸 組成跟人體系 或很接近 所以吸收效率很高 而且牛奶還有比較高的鈣含量 一杯牛奶就能提供人體一天蓋需求量的1.4分之1 除此之外牛奶還有含有比較多的維他命D、維他命B12等等 但是缺點呢牛奶就含有大量的飽和脂肪酸和膽護唇 這樣對心血管健康比較不利 當然啦我剛剛說的是全脂牛奶 如果你要解決脂肪問題的話你可以喝脫脂牛奶 但是脫脂也意味著牛奶中的維他命D也跟著被去除掉了 而且脫脂牛奶中的膽護唇含量還是一樣的低 對於很多人來說一天一兩杯牛奶是一個很好的飲食習慣 但是對於高血脂高膽護唇的人來說牛奶反而是血上加爽 而豆漿呢它是來自於大豆的產品 它還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含量 而大豆蛋白是植物蛋白中唯一跟氨基酸組織接近人體需求的 簡單來說呢在滿足人體的蛋白質需求上 豆漿跟乳乳一樣的高效 而豆漿的脂肪主要是不飽化的脂肪酸 它不含有膽護唇 這對心血管健康也比較有利 而相比於牛奶 豆漿最大的劣勢就是它的含蓋量低 而豆製品也是一種過敏源 能導致一部分的人過敏 OK 總而言之呢 等一下讓我來自總結 總而言之呢 牛奶跟豆漿都是很好的食品 在補充蛋白質上都有很好的成效 而牛奶的長處是在於補鈣 而短處是不利於心血管疾病 而豆漿呢它剛好相反 它是有利於心血管 那它反而沒有鈣質 呃 應該說 天然的豆漿沒有鈣質 所以我要長高還是要喝牛奶 啊 豆水長不高 啊啊啊啊 OKGAME